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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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我們這個難得的Long Weekend 還是這麼踴躍的來參加這個園藝的講座 那我先想要調查一下 請問有聽過蠟幕的請舉手 其實不少 因為這幾年我在南加州 每一年都有辦一些說明會 那可能有一些人前幾年聽的這個說明會 或是看到我們在介紹蠟幕 好像是用不同的形式 那就跟大家說明一下 因為要讓這個這麼有意義 這麼神奇的這種職務 讓更多人知道然後受益 所以我們就成立了一個基金會 就是叫蠟幕愛心基金會 那我們不只是在南加州在推廣 其實在很多國家都已經在用蠟幕 來去做一些扶貧 去做慈善的一些工作 所以今天很高興可以再次的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有關於蠟幕的一些資訊 那等一下呢 為了提起大家的注意力 等一下我們會有有獎真答 那這個就是蠟幕的這個樹枝 我們可以回去這個千叉 那就可以省掉你大概一年的時間 因為我相信在場有很多有種過的人 就是好像不是很成功對不對 那可以試試看用插字的方式 所以等一下請注意聽一下我們要分享的內容 好 那蠟幕呢 其實它的英文 就是除了說它的英文的名字叫Moringa之外 其實更普遍的就是大家就叫它Miracle Tree 就是奇蹟之樹 如果說您家裡有這個Google的Google Home 如果不知道Google Home也沒關係 你就上Google 你去打英文打進去 就打說 What is the most useful tree in the world 就是說世界上最有用的樹是什麼樹 你可以試試看 如果你現在可以上網的話 出來的就是Moringa 雖然說它現在知名度還不是很高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甚至連聽都沒有聽過 可是它確實是現在越來越被科學界所公認 就是最有價值的一種植物 那我們來看看為什麼它是最有價值的植物 那我想要先給大家看一個短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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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是很短的一個短片 可是就是講了好多好多它的好處 包括190多種的營養素蛋白質維生素 然後它還可以治療很多疾病 譬如說剛才講的它有提供了非常多樣 而且非常豐富的蛋白質 非常豐富的營養素 然後它還可以預防三高 特別是在糖尿病的部分 它對第二型的糖尿病 現在非常多人甚至估計說以後在美國50%的人 在它一輩子裡面會有糖尿病的問題 可是像這樣子天然的東西 當然不只是蠟木 有很多天然的植物對糖尿病 對血糖的控制都很有幫助 另外蠟木它可以增加我們的免疫力抗發炎 它是一種天然的抗發炎的一種物質 它甚至就是有一些功能可以取代我們的抗生素 然後它可以改善土壤 淨化飲水 當然大家都是綠手指 所以知道我們在種東西的時候 可能要加一些不同的肥料 剛才有講到蛋肥、淋肥 那蠟木的根它會自動地去釋放出蛋肥 所以在蠟木的樹周圍種其他的植物 像你種一些蔬菜 它就是可以得到養分 然後它還可以進水 蠟木的種子可以拿來進水 等一下會給大家看這個例子 所以它整棵樹都可以吃、都可以用 那為什麼說我個人會認識這樣的植物 那是我七年前去一個國家 在中南美洲 在加爾比海 叫做海地 去那個國家去震災 因為它發生地震 結果我就發現飛機快要降落的時候 奇怪怎麼這個山全部都是沒有樹的 光凸凸的 那旁邊呢 同一個小島 旁邊的國家叫多明尼加 那大家比較熟悉多明尼加 就好像去觀光度假的地方 那我們來看 這個是它的邊界 你看海地這邊沒有樹 多明尼加這邊都是綠色 這個照片也是一樣 所以就變成說 它整個國家幾乎都沒有樹 可以想像百分之九十八的森林 就被人為所破壞掉 不是地震震調 是人為破壞 為什麼呢 砍樹 拿來做木炭 當然我們可能 我們小時候 可能也有經過這樣子的日子 就是一種資源非常缺乏 缺電 沒有瓦斯 那我們煮飯的時候 可能就是要用木炭 可是 因為沒有政府的這個法規的限制 所以大家一直把樹砍掉 不去種 所以百分之九十八的樹 通通被砍掉了 所以就變成一個 等於是一個生態的一個浩劫 然後一下雨呢 它那個山 就像台灣一樣 它是多山的一個國家 就土石流 那土石流不只是說 會造成人命的損失 它把可以耕種的地都掩埋了 所以它原來是一個農業很發達的國家 變成說普遍的大家都沒有足夠的營養 沒有足夠的食物 就是一個人為所造成的一個災難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就想說 它又有營養不良的問題 它又有森林消失的問題 當然它是有貧窮的問題 所以我們有沒有辦法 找出一種植物 可以解決它這三個問題 那這個世界上呢 不只是只有海地這個國家 有這樣子的問題 我們看現在這個紅色的地圖 就是世界上存在有營養不良的地區 當然大家就想說 怎麼可能中國現在很富裕 怎麼會營養不良 這個地圖只是秀說 國家裡面可能有部分的地區 有營養不良 所以有非常多的國家有這個問題 對不對 那我們再看這個地圖 綠色這個地圖 是適合拉木生長的國家地區 那這兩個地圖 除了顏色不一樣 是不是幾乎一模一樣 對 所以說老天爺是公平的 就是需要的地方 其實老天爺已經給了一個解決的方法 所以這些貧窮國家缺乏營養的地區 就適合去推廣拉木 所以我們知道這樣子的一個訊息之後 我們就想說我們一定要把蠟木這樣子好的東西推廣出去 那當然大家可能也注意到 這些地區呢 就是在赤道的兩側 所以其實美國 很可惜 美國沒有在裡面 為什麼 因為美國太富裕了 我們不需要營養 其實美國的南部還是可以種 就像我們南加州 還是有成功的例子 就是 不是最適合種的地方 可是還是可以種成功 好 那我們來看看 為什麼我們要選 蠟木來解決這些問題 剛才講過它的營養成分 那另外呢 它又是一種在熱帶地區很容易生長 它甚至不需要太多的水 那這樣子好像對我們南加州也非常好 因為我們缺水嘛對不對 它是一個耐旱 然後成長非常快速 當然這個是在熱帶地區 然後整棵樹都可以去使用 所以 它還可以提供經濟上的價值 等一下我們會提到 為什麼會有經濟上的價值 所以 有效地去 有計劃地去摘種蠟木呢 就可以去對抗貧窮 營養不良跟森林消失的問題 好 那我們來看看蠟木長什麼樣子 它有14個品種 所以我們統稱是蠟木 可是實際上它有14個品種 那大家比較會常看到的呢 叫做Olephora 這個品種 是源自於印度 那它的 嗯 葉子不是很大 OK 它長 就算長再大 就變成樹 頂多就是在一倍大這樣子的葉子 OK 然後呢它有一個特性就是 它的葉子是 它的尖端是三葉 就是我們去判斷說 你可能看到一個覺得說好像是蠟木 可是判斷是不是 就看它是不是尖端是三葉 然後這個三葉呢 呃 就是旁邊這兩葉一定是對深的 有些 有些長得很像 它是交錯深的 它就不是蠟木 OK 然後通常 最尖端那個葉子它會比較大一點 OK 好就像這邊這樣 OK 好 然後這個是它的 種子 然後它的種子呢 是有點像是三角形 然後這個白色的這個呢 好像是翅膀一樣 三片翅膀 很特別的植物 然後這個是它的果實 像是腸豆 像那個 Green bean 腸豆一樣 可以吃嗎 可以 我剛才講了整棵樹都可以吃 都可以吃 然後這個是它的花 花也可以吃 好吃嗎 很好吃 花 花通常我們不是直接這樣吃 我們是拿來泡茶 花可以致感冒 這是我親身體驗 因為我一年要去海地好多次 有時候會感染到一些 一些那個感冒之類的這個疾病 可是蠟木花呢 它有天然的這個抗發炎的作用 那我好幾次就是一有感冒症狀 就是用蠟木花來泡茶 就不會惡化 所以在當地其實 普遍的大家就是把蠟木花 當作是一種一種藥來使用 你要不要先曬 都可以 新鮮的或是乾的都可以 如果你收成很多的話 就是把它曬乾保存 它那個樹枝也可以吃啊 樹幹你可能攪不動 可是你可以煲湯 對 真的是 你可以煲湯 在台灣有那個蠟木火鍋 就是蠟木的這個樹枝 切斷然後煲湯 就是那個湯會非常的香甜 蠟木火鍋 那是很像牛棒嗎 不太一樣 牛棒是那個還是可以吃嘛 還是去 對對 最左邊這一個 圖片比較小 可是大家如果看得到的話 它是有兩棵樹 那這兩棵樹呢 其實才 這個照片是它種了才不到兩年 就是這個就是成功的例子 這個人呢 他住在Temple City 它也是跟我拿了兩棵種子 結果現在就是 大概有三層樓這麼高的 阿牧樹 然後它每一年都會再把種子 再回饋給我們 對 所以大家不用灰心 即使你以前有種失敗過 可是你看人家住Temple City 也種成功 氣候有關係 Temple City 你住哪裡 我是說氣候有關係 對對 越熱的地方 種的成功率越高 對 越熱 越熱的地方 所謂不成功是被凍死嗎 有一些是被凍死 有一些是澆水澆太多 就爛掉 跟冬天的時候爛掉 所以大家記得我剛才有說 它是耐旱的植物 所以不要說就是一直澆水 特別是冬天的時候 冬天的時候 它其實是進入一個冬眠的狀態 那如果你繼續一直澆水的話 它的根就會爛掉 冬天的時候如果它不長 你可以把它剪短 你就不管它了 讓它冬眠 然後等到天氣開始熱的時候 澆水 然後有陽光 它又開始新的葉子就長出來 所以它的USDA種植物多長 到哪裡 這個我不太確定 我知道你那個 可是我的號碼我不太確定 所以我們加州的話 最北可以到哪裡 Baker State 有人在San Jose那一代 也有種成功 可是越北邊 就是冬天越冷的地方 越不容易成功 對 就是有人把它種的就是 冬天就像我講的嘛 它夜落光 你就把它砍斷 它不會死掉 它不會這麼容易凍死 除非說是下雪 下雪它才可能凍死 可是如果說你 冬天的時候 你還是讓它枯枝一整數 那它可能會 就是因為太多雨水啊 就可能會讓它的根死掉 所以 不管說是 你住哪裡 可能第一年的冬天 你可能就是要把它剪斷 那之後呢 我們南加州應該 第二年冬天都OK了 那你把樹段 還是落葉 如果溫度太低它就落葉 如果是熱帶地區的話 是長綠 而且一年四季它都可能開花 開花結果 那如果把樹段砍掉的話 它還會再從旁邊冒 對 其實是鼓勵大家 就是第一年 一定要把它砍矮一點 然後它隔年才會分支出去 對 因為我們是要吃它的葉子 跟摘它的果實嘛 所以不要讓你的蠟木樹 長到兩三層都高 對 頂多大概 我覺得八尺就夠了 因為它足夠 它足夠長成一個 一個很 很bush的一種樹 然後它就有很多的果實 盆子是越大越好 應該講越深越好 深度比較重要 如果說這麼小 那我們每人要換盆子 就是這麼重狀 不要一下子就種什麼 很大的像盒子嗎 常常換會比較麻煩 因為它的根也非常敏感 有些人就是移植的時候 跟就是傷到 然後就 後來它就不長 所以最好是 一開始就用五加輪 五加輪或是再大一點的盆子 你就不需要移植 那它就長那麼大 那麼快 五加輪不會很大 對 那像如果說 你今天有買這個盆栽的話 你移植的時候 甚至不需要拿出來 你直接把它底下切開 然後就把它埋到更大的盆子 或是地裡就可以 那個根會不會亂竄 不會 所以它的好處就是這樣 它是往下走的 它是叫Tap root 對 然後 因為它是耐旱的植物 所以通常它們都是盡量往下去找水 好 那 剛才講到它的營養素非常神奇 那這些都是有科學根據的 如果說 我們現在沒有看過蠟木 然後跟你講說有一種葉子 它的蛋白質是牛奶的兩倍 我想大家不會相信 可是這些都是事實 它的蛋白質牛奶兩倍 維他命C橘子的七倍 這麼多這麼多的營養 所以我們說如果你自己種了一棵蠟木樹 然後成功的話 就好像生長多種維他命的一棵樹 多好 對 這個既然這麼好 這個可以照顧顧顧吃嗎 看體質 有一些人吃再多都沒關係 有一些人吃稍微過量就會上廁所 那那個上廁所呢 是 我怎麼講 它是會讓你很想上廁所 可是不是拉肚子 它是寒性 對 有人說是有一點寒性 所以 我們在炒 剛才有人說怎麼吃對不對 你可以把它炒薑絲 加點麻油啊 炒薑絲 就至少 因為 因為我們沒有這麼營養不良 所以我們可以偶爾吃一下 補充 補充營養 不需要當飯吃 可以 當生菜沙拉其實也蠻好的 只是它會有一點點辣味 如果生吃的話 它稍微 預熱 就是燙一下 或是炒一下 它就變甜的 這個 有經驗的 對 煮湯啊 或是像我說就是 炒一點爆薑絲 這樣炒一炒 就蠻好吃的 好 那如果說你的葉子很多 冬天怕這個葉子掉光了對不對 所以冬天來之前 你就把葉子收集起來 然後把它乾燥 乾燥磨成粉 它的營養價值就更神奇了 你看 鈣質是牛奶的17倍 鐵質是菠菜的25倍 甲值是香蕉的15倍 所以 你可以 把它放到一個罐子裡 然後你平常 譬如說你泡麥片啊 或是吃任何食物的時候 你就澆一茶匙 一湯匙 在上面 你這樣就得到很多的營養 抹粉很容易 你把那個葉子 就是不要用曬的 曬的話 有一些營養 特別是 維他命A 維他命C 會流失 那你就用風乾的 或者說家裡如果有乾燥機的話 那乾了之後呢 你只要用那個 譬如說果汁機 或是磨 蠟木 不是 老子都在想蠟木 磨咖啡 咖啡豆的這種機 甚至你可以用手去那個除啊 都可以 很容易就變成粉 那這些是 就是我剛才講都有科學根據嘛 這些都是有科學根據 那這一排呢 大家大概沒有人認識的這些字 這個很重要 這叫做是 人體必須的氨基酸 他有十幾種 人體所必須的氨基酸 那個葉子如果不收集 它自己到冬天會掉嗎 對對 然後 其實在樹上 比較久了 它就老了 吃起來就比較 纖維比較多了 所以其實我們如果有選擇性的話 你要炒來吃的 你可以撿那些比較嫩的 很好吃 那剩下的呢 你可以把它乾燥 然後磨成粉 那要乾燥的葉子也要剪下來嗎 你不要一點一點剪下來 因為不好處理 因為它葉子很小 通常我們就是整個樹枝 就是樹枝剪下來 然後你先把它 如果怕灰塵 你就先過一下水嘛 然後把它倒掉起來 倒掉起來 像我們加州的氣候的話 大概兩三天它就幾乎全乾了 那你再給它用烘乾一下 就很乾 那剛才講說我們這葉子可以 可以生吃可以炒來吃 然後磨成粉 那另外呢它的果實 就是像腸豆一樣 它嫩的時候呢 你也可以把它切一段一段 像蘆筍或是腸豆的方式來煮來吃 那在東南亞的朋友呢 他們喜歡把它煮那個咖哩 Curry 其實它是蠻有名的一道菜 就是蠟木煮Curry 在印尼啊 或是在那個馬來西亞 都是蠻有名的 然後它的種子 它的種子 裡面還有很豐富的油 可以炸油 我們有在義賣嘛 就是有可以對皮膚非常好 那另外它也是很好的食用油 因為它耐高溫 它有很多的抗氧化 還有這個不飽和脂肪酸 這兩個就是我們 現在我們選油的時候 不管是那個橄欖油啊 或是那個葡萄籽油啊 都是因為它的這個不飽和脂肪酸很高 可是橄欖油它又不能耐高溫 那蠟木油它是可以耐高溫的 那它的花可以煮 就是煮成茶來吃 甚至它的根呢 都可以做藥材 治療什麼 治療什麼 我有看過有那個 也是東南亞 他們把那個根 不是很大的 就是小苗的根 有點小小的 像一個人生這樣 它只把它泡酒裡面 然後當藥酒喝 治療什麼我不知道 可能就是增加我們的抵抗力吧 不過那個根 不建議大家直接食用 因為它有很多的植物鹼 那植物鹼太多會造成腦神經的受損 就是你不能把那個根就這樣子拿起來 當那個甜菜一樣這樣吃 就是會可能會中毒 好 那因為它生長的 在熱在地方它長得非常快 所以很適合用來做造林 做水土保持 然後剛才講過它可以改善這個平積的土壤 因為它會釋放出蛋肥 然後種子呢 可以進水 這個是非常神奇的 大家看一下 好 左邊這個就是 譬如說是水溝水 就是很混濁的水 只要放一顆的種子 把它磨碎 放到這個髒水裡面 30分鐘之內 它就變成這個 又變這個清澈的水 對 剛才有講到冥凡對不對 它的功能像冥凡 可是它是天然的 冥凡 剛才有講含有什麼東西 鋁 會造成鋁中毒 會頭腦癡呆 對它會造成腦部的受損 或是血液的問題 鋁中毒 那蠟木呢 它有同樣的功能 可是是天然的 無毒的 所以有一些國家 甚至為了 淨水的原因 他們就種了大量的蠟木 那請問我們平常喝水可以泡那個嗎 平常如果你懷疑你家的水有問題的話 你確實是可以 可是因為我們在這邊有太多其他的淨水的方式 對不對 像我們如果是去一些比較落後的國家的話 我們怕那個水質有問題嗎 我們就自己就會用蠟木種子來去淨水 那個份量呢 不需要太多 像一個寶特瓶可能500cc吧 或是這個 這個都不到500cc 其實一顆種子 就是完全足夠 要磨成粉 磨碎就可以 只要它跟水可以接觸多一點就可以 它可以除氯嗎 除氯可能不行 它主要是把水中的懸浮物質沉澱下去 它不是把 它有殺菌的作用 可是沒有完全把細菌通通殺死 所以還是你盡量喝上面一點的水 最好當然是在煮沸 總之那個維他命C的成分高嗎 種子維他命C應該不高 葉子比較高 種子比較多油脂 蠟木的哪一個部分適合至三高 怎麼樣處理它 種子跟葉子都適合 可是種子是比較濃縮的 所以有些人他就一天就吃幾顆種子 那葉子的話可能就是要吃一些 達到同樣的功能 那你說種子都可以 那這個種子那麼硬怎麼吃啊 你可能沒有吃正確的方式 應該把殼剝掉 對對對 不是連殼吃啊 種子裡面是白色的嘛 白色像花生米一樣 對 在南加州應該要兩年 可是在熱帶地區的話 九個月就開花結果 對 種子可以生吃嗎 可以啊 種子就是生吃啊 好 那今天大家都有拿到種子對不對 好 那等一下走之前記得 請到那個中間那個桌子那邊 一人會有四顆種子 然後有外面有一個說明書 跟大家講說怎麼種 那這個就是給大家看 剛剛那個我說那個成功的例子 也是一樣 它就是兩顆種子就長成大樹 然後它已經繁衍出第三代了 有沒有人種的覺得很成功的 有 OK 也是像那麼大嗎 沒有我只有把它剪成我這麼高的度 至少就是它還會繼續長對不對 那很好 那你有把它做蠟木粉嗎 葉子不夠 OK 那可能就是要剪的更多一點 讓它分枝多一點 那有沒有結果 有 種子也有 也有收集 OK 好 那 當 你要去收集種子的時候 記得 讓它整個果實 都完全乾掉 就是它從 綠色變成是 咖啡色 而且是 看起來就是完全乾掉的時候 那個種子才可以拿來再種 如果說你太早拔下來的話 那個種子可能就是 就是發育不良 就是白色的 就是白色的 那可能就 可以吃可是不能種 其實越來越多機會 你可能會看到有人在賣 像這個新鮮的葉子 左邊這個是在South Pasadena的Farmer's Market 一把才多少錢 才一塊錢 可是呢 在九九大華呢 一小碟 像高棧茶 九層塔這樣 一小碟 它就一磅要五塊錢 這還是三 四年前的價錢 去年已經漲到八塊錢 七塊九十九 那這個名字怎麼不一樣 它叫什麼 它叫Malanga 因為是菲律賓人稱它Malanga 很多菲律賓人都會去買這個 也是叫Malanga 那這個是告訴大家怎麼去做粉 其實很簡單 就是收成乾燥 然後磨成粉 然後做油呢 也是很簡單 把種子收集起來 然後用冷壓的方式 甚至你可以買一個家用的這個炸油機 你可以自己炸這個油 金黃色的油 非常非常的香 然後剛才講了非常的營養 非常對人體非常好 甚至對皮膚對頭髮非常好 所以很多化妝品現在都加了這個蠟木油 總值的含油量高嗎 將近四十 跟花生沒起來嗎 花生好像有快到五十吧 跟煎火炒 對 然後花生 因為我當初就是自己做實驗嘛 我就買了一個炸油機 剛開始沒有那麼多蠟木種子 我就先炸花生油 花生出油率很高 然後就是即使用一個很簡單的機器 可以出到大概三分之一的 百分之三十幾的油 那蠟木種子的話 我的實驗是大概只有出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油 可是它含油量是超過這個啦 只是說炸油的方式沒有讓它全部都出來 對 通常我們都希望是那個Version的嘛 對 那個手指要先烘焙乾掉 還是要先炒過 看你是要 如果說你是要冷壓的 你不能超過五十度C 如果超過五十度C 烘焙過就不叫冷壓的 對 當 你 你 比較少 對 比較少 你加熱 所以你買的油 有些 你為什麼要花比較貴去買冷壓 因為它出油量比較少 而且它也沒有用化學的東西去把它萃取 你如果要出油量多的話 可能熱跟用化學的這個 這個Solven 就是一些溶劑去把它萃取出來 那可能會有殘留對我們身體不好 那市面上其實有越來越多蠟木的產品 就是用蠟木的粉 做的這個藥丸 或者說蠟木茶 還有這個養生粉 那最好當然是我們自己種嘛 我們自己種就可以吃新鮮葉子 或者說吃自己做的蠟木粉 那如果說就是怎麼種都種不出來 那只好去買 如果是這個蠟木粉的話 在我們這個加州洛杉磯地區 我知道新田 新田這個店它有在賣 是有機的 新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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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裡 你可以上網找 新就是這個新 田就是田地的田 新田 在這個PRO和Valley 這個Shopping Center 哪裡哪裡哪裡 PRO和Valley OK 那蠟木油的部分呢 是我們比較 我們比較有興趣的地方 那我想在座很多女性也會比較有興趣 因為蠟木油對皮膚的修復 不管說我們的有這個受損啊 或是說老化啊 它都非常的有用 所以現在越來越多的化妝品呢 放蠟木油在裡面 像底下這一個是Body Shop Body Shop的系列 然後還有很多知名的化妝品都有 那我們的基金會呢 因為我們需要去做一個永續的一個發展 所以我們就是去鼓勵這些貧窮的國家 他們去種樹 那種樹以後我們就去跟他們買種子 他這樣才會有收入嘛 他從這個樹的葉子得到營養 然後他把種子賣給我們 或是賣給其他的廠商 他就得到收入 那越多人種樹 他的這個森林就是富裕了嘛 就是更綠化 所以就是用蠟木可以去解決這三個問題 那這個種子呢 我們就在當地把它榨成油 就像這樣子這樣 那這個油呢 然後我們就把它去研發一些保養品 都是很簡單的 就是擦臉的擦身體的 護唇膏啊 或是說肥皂 那這些收入呢 我們又可以把它再拿回去 去幫助更多人 所以我們就是形成一個愛的循環 等一下 請問他的名字叫蠟木 是每一個部分都很辣嗎 幾乎 對 我覺得都很辣 沒有說每部分都很辣 對 都很辣 可是每一個人可以接受的辣不一樣 對 所以我覺得蠟木是一個很神奇的植物 它不只是說讓我們種的人 使用的人得到好處 我們甚至可以把它當作一個工具 去幫助世界上很多的人 這就是我個人為什麼 對蠟木這麼的瘋狂的愛上他 因為我覺得老天爺給我們一個太好的工具 它不只是提供營養 它還可以吃這麼多的疾病 然後又可以讓一些人 可以解決他們貧窮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成立了這樣子的一個基金會 然後剛才講到我們就會研發一些產品 那等一下大家如果有空不急的走的話 我們後面有這個在義賣 歡迎大家去選購 那我們是一個非營利組織 我們都是義工 我們都是沒有拿薪水的義工 那剛才講到蠟木油對皮膚很好對不對 他甚至對燒燙傷非常好 這一位呢他是因為氣爆造成了 顏面嚴重的燒傷 我現在是沒有放他臉的這個照片 可是大家看他手的照片 他燒傷以後四年 他的手還是 就是他的顏色非常的暗紅色 然後皮膚非常的糾結非常的緊 那我們給他使用蠟木油 才四個禮拜之後 他的皮膚的顏色已經恢復幾乎正常 然後他的傷痕變得比較柔軟 然後比較薄 就是沒有這麼厚 這樣講起來好像可以除黑斑 有一些人有成功的例子 可是因人而異 因為有一些斑是因為內分泌的關係 對 他確實是有修復 增生 讓他刺激他生長的作用 那因為這個女士她成功的例子 我們也給八仙城豹 台灣八仙城豹的一些小孩子 有十個小孩子現在在用這個蠟木油 就是我們藉由這樣子去證明說 他對燒燙傷非常有幫助 所以我們接下來也會在台灣 美國中國大陸 就是去幫助一些燒燙傷 然後比較貧窮的 特別是小孩子 因為大家想想看那個傷痕 會讓一個人他一輩子 影響他一輩子 那這樣很好的東西 也許可以幫助他解決這個問題 那這個呢是我們在海地 熱帶的地方真的長得太容易了 有時候那個種子就不小心掉在地上 過一兩個月 他就變成這樣一片 像這邊本來是 都沒有樹的地方 現在也是都是拉木樹 那有一些住在比較擁擠的都市裡面 平民窟 他連住的空間都很小 他怎麼種樹呢 沒有關係我們還是有方法 我們去收集廢棄的輪胎 一個廢棄的輪胎呢 就可以種十個小樹 他就變成一個拉木菜園 然後兩年以後呢 這些樹越來越大了 我們再把它買回來拿去造林 然後他又得到收入 所以他等於幫我們照顧了這些樹 然後得到一點收入 所以就是另一種方式來幫助他們 這個叫做M.I.T. M.I.T. M.I.T. Moringa in tires 為什麼要放到輪胎呢 因為它沒有地方重 它沒有地 廢物力又沒錯 大家猜猜看 那我們現在來有獎生檔 因為我這邊有帶這個拉木樹幹 第一題 猜猜看 你看 在海地廢棄的輪胎 最大的用途是什麼 沒有 本來他們不會中的 不是 沒有這麼好 誰講燒掉了 好來 海地是一個政治很不穩定的地方 常常有示威遊行 謝謝 示威遊行的時候 就是把廢輪胎堆在馬路上 然後燒 空氣污染 然後非常的 對健康 對這個環境非常的不好 所以我們就是用這種方式去改變 大家對廢棄輪胎的印象 讓他覺得說廢棄輪胎其實有正面的一個功能 好 請問那個蠟木葉子 它的蛋白質是牛奶的 我看誰先舉手 等一下 好那換一題換一題換一題 我要看到誰先舉手 我講完你們猜猜舉 好 好那那個 蓋茲是 牛奶的幾倍 四倍 四倍 四倍是不是 牛奶的四倍 四倍 可是我沒看到誰先講 你先講 好啊你先講 他先講 四倍 哦對不起對不起 還有還有還有 應該給我一個 趕快去種 一定要把它種出來 OK 這邊是 下面是不是 這邊是下面 是是是 好不好意思 這個 有時候很難控制 不過大家今天都會拿到種子 所以照著那個說明書種還是會成功 你看用廢棄輪胎 我們現在在那些貧民窟啊 就家家戶戶都有拉摸 那幫他解決生活的問題 還不是最最終的一個方式 最終的一個方式是要改善他 這個下一代 所以我們在海地呢 我們叫做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我們就是用種樹的方式 來改善他的生活 然後呢我們再提供獎學金 去給一些非常優秀 然後非常上進的孩子 就是讓他們的下一代 可能會有更好的人 可以帶領他們的國家 所以我們就有這個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這個計劃 那這個不是說 單靠我們少數人就可以做成功了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如果認同我們這樣子的這個理念的話 可以一起來支持我們 支持我們很好 就是很容易啊 譬如說您就買我們的產品 或者說甚至來加入成為我們的義工 不見得一定要去這些國家 我們在美國有很多事情 需要很多人一起來支援 歡迎大家來當義工 很有意義的 如果說您想要去海地的話 我一年去兩次 然後我們還有去洪都拉斯 像我下禮拜我要去洪都拉斯 對 就是都是你會去看到這些人 其實你只要給他一點點的幫助 你可能改善他的一生 或是說這個地區他整個的發展 那這些都是我們講學經的得主 這個是在洪都拉斯 那有一些人就會說 為什麼要跑這麼遠去救濟 我們完全不認識的人對不對 其實這都是因緣 不管說您是信什麼的宗教 其實我們做很多事情都是一個因緣 當因緣到的時候我們就去做 因為他們有需要 我們剛好有因緣我們就去做 那如果說有其他的地區 甚至說台灣 中國大陸任何國家 如果有一個因緣 引導我們去的那個地方 有機會我們就會去幫助他們 那歡迎大家上我們的網 那個Facebook 好 就打Moringa for love 就可以到我們的Facebook 就可以到我們的Facebook 那 喔 今天用的這個檔案呢 我會給Simon 那Simon就 如果大家有E-mail 或是想要這個可以留E-mail給Simon 那再發給大家 那再發給大家 你只要打Moringa for love就可以找到 這個網站 這個網站不要抄啦 抄不完了 照相還可以 那第一個是我們自己的網站 那其他還有很多介紹蠟幕的網站 好 那我們現在講 Simon 那個種子是要走的時候發嗎 對 好 OK 那等一下大家再去拿 那我先講一下 注意事項 這個種子因為它的殼蠻硬的 所以先泡水 也不要泡太久 就一天就可以了 泡水一天 然後呢 我是鼓勵大家 第一年先種在盆子裡 因為怕冬天太冷嘛 如果說 種在地裡面 那另外那個 很多小動物很喜歡去吃那個幼苗 所以種在盆子是比較安全的方式 五加輪或是再大一點的 像那個 欸 不是那個不是五加輪 比那個桶子再會小一點 好 五加輪或是再大一點的盆子 然後用比較沙質的土 排水性要好 它不喜歡泡在 根不喜歡泡在水裡 大家可以就是 澆水把它澆透 如果說 水很快可以從它的底部流出來 就表示它的排水性還夠好 好 那如果擔心說 土不是 是不是很好的話 你可以加一半的沙 沙去哪裡買啊 對 烘梯婆或肉食都有沙 你就是買那個 普通那種 construction的沙都可以 因為現在的土都是黏土 對 很多地區它的土都很黏 所以加一半的沙 然後呢 種的深度不要太深 也不能露出來 所以就是大概你用手指頭桌 一指節 一寸差不多一寸深 然後把泡過水的種子放進去 上面只要蓋大概半寸的土 半寸一公分的土 就可以了 然後每一天 澆一點水保持濕潤 不需要澆太多水 只要保持濕潤 像我們現在這個氣候的話 應該十天到兩個禮拜 就會發芽 在它長到 譬如說四寸以前 你不需要放在太陽底下 你就放在樹 大樹旁 大樹底下就可以了 等到它大概有四寸大的時候 你再讓它整天的曬太陽 小的時候 太陽太大 譬如說突然變九十幾度 一百度的時候 你還是要保護它 很容易會曬焦掉 大了以後就沒有關係 然後冬天 天氣開始要冷的時候 你就把它剪掉 剪短 因為第一年 就算你種得非常成功 第一年它可能就是一枝獨秀 好像那個pound tree一樣 只有上面有葉子 沒有用 因為最後上面的葉子還是會掉 你就把它剪短 然後隔年 春天的時候它會再發 隔年等到夏天的時候 它已經長得比較茂盛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整個五加輪的 你甚至可以不要拿出來 你就把它底下切開 把它埋到地裡面 然後就可以長成一棵樹 記得它需要水 可是不能太多水 因為今天講得蠻快的 現在給大家發問有沒有什麼其他 還有什麼問題 它會對於酸鹵度的要求 它沒有太多的要求 所以從五到九好像都可以 所以它沒有特別說一定要酸或是鹵 然後也不需要特別施肥 當然如果家裡就是有有積肥的話 found is ok 可是它不需要特別施肥 等一下 你給我們的這個要怎麼種 先泡水讓它睡 不要泡水 好 我剛才沒有忘了講 擦枝的方式呢 絕對不能泡水 而且甚至種下去以後 至少兩個禮拜不能澆水 就直接種到埔裡 不能澆水 對因為它的根如果在潮濕的環境 不是它的樹幹 在潮濕的環境會爛掉 就直接種到埔裡 對你插到土裡大概八寸深 然後上面呢再蓋大概四寸的土 ok 那用土多少英寸 八寸 在地平線下八寸 然後上面再蓋一點土 八英寸就好 然後兩個禮拜之內不要澆水 然後你會發現它的這個 會有那個嫩葉 開始發出來 因為它會先長葉 然後再慢慢發展它的新的根 所以在它的葉子開始長之前呢 你澆水根本是沒有用的 因為它沒有根 它不需要吸收水 反而是那個 就是原來的傷口會爛掉 可是會不會泡那個 那個會不會乾死啊 因為現在天氣很熱 不會不會 Trust me 很多人都是水澆太多死掉 我都有澆水耶 對 那你問那個鄉村水 那你問那個鄉村水 那你是不是也同樣的插子 我只懂蠟木 我不懂鄉村 還有 它是需要全日照嗎 對 它大一點了以後就是全日照 越多陽光它長得越好 通常我砍的話就盡量大概是三四尺這麼高的 這麼長的樹幹 那所以上面大概就是有兩三尺 兩三尺就可以 然後如果你以後要自己去砍這個樹枝來插子的話 最好是1.5英吋以上 對 1.5英吋 我們可以給它折成兩個 你那個長度已經是蠻適合 所以不需要再砍成一半 這邊要斜片嗎 應該不用 因為它不需要很多水的 不需要 對 不需要 這個換盆之後全日照怎麼可以 對 你讓它可能再長到四寸的時候 你再讓它全日照 現在可能只有兩寸多 對 然後記得你不需要把它從盆子挖出來 你直接把它底下切開然後買到土裡就可以了 那個杯子啊 你只要把它底部切開買到土裡面就可以了 好 那再給大家看一個照片 有沒有人看過這個照片 有 很有名 這個是在非洲的蘇丹 非洲鬧飢荒其實大家常常在新聞上看到 那這個照片呢 照這個 這張照片的這個記者呢 得到了這個普利之新聞獎 就是說記者最高的榮譽嘛 可是呢 好像一兩年之後呢 他就自殺了 因為他 他覺得他拍到一個很悲慘的事情 可是他沒有採取行動 因為他覺得他是一個記者嘛 他就是報告這件事情就好了 可是他後來就想說那個小孩 當初我為什麼幫他一把啊 就是那個小孩可能就被這個圖鷹當食物就吃掉了嘛 對 就是說 我放這個照片只是 就是告訴大家就是說 其實我們 我們在人生當中 我們會聽到或是看到很多悲慘的事情 那 有時候其實我們如果介入 只要給他們一點點的幫助 可能就會改變這個事情 所以我就說 我們不要當一個旁觀者 我們做一個行動者 有很多種方式可以幫助別人 那我個人因為認識了這個蠟木 我覺得它是一個很好的工具 所以我就覺得它是一個很好 可以去幫助別人的一個方法 那如果大家認同我們這樣的理念 還是一樣 非常歡迎大家來一起支持我們的這個行動 或是加入我們成為我們的這個義工 怎麼樣加入 等一下就到我們後面那個桌子 我們寫一下 寫一下名字啊 電話 我們有需要幫忙的時候 我們就來通知你 我們中國人 這個一句老話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我真的覺得是太好了 就是以前不知道說種樹可以幫助別人 教育有這麼好的這個功能 那自從做這樣子的這個活動之後 我真的發現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是一個比較可以永續去幫助別人的方式 幫助別人 如果只是給他食物 給他金錢 不能解決他的問題 只是一時的幫助 最好的方式是教他一個可以自己幫助自己的一個方式 所以我們給他一個謀生的一個方法 對